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有点无人可请的感觉 第十七湖下专场请来的三位飞行嘉宾 第一位西琳娜依高 这位女歌手是选秀团体出道 出道时间不长 人气不高也不低 唱功了得 也参加过不少音宗 时光音乐会之前的几期飞行嘉宾整体的质量都还不错 但到了最后几期 很显然请飞行也到了瓶颈期 毕竟相比于第一季的六位常驻一位飞行来看 第二季的五位常驻三位飞行就显得吃力很多 部分重量级别歌手还要留到最后一期的大连欢 所以到了第十七和第十一期飞行嘉宾多为新生代歌手 第二位歌手 房东的猫 已经请到不那么知名的歌手了 已经开始往天赐的声音飞行嘉宾的阵容靠齐了 天赐的声音就是越往后的几季 飞行嘉宾就开始向网红歌手 网络歌手靠齐 房东的猫之前参加过天赐的声音 曝光度并不高 这次参加时光音乐会二 显然也只能凭借这个节目增添一些观众的脸书 第三位歌手 胡海权 胡海权也是天赐的声音的老朋友了 胡彦斌做客玩时光音乐会二后 胡海权也来成为时光音乐会二的飞行嘉宾了 显然这一次 时光音乐会二到后面真的已经是无人可请 节目属于新瓶装舅舅 节目的飞行嘉宾也再次走向了高开低走的环节 从最初的邓子奇到现在的房东的猫 飞行嘉宾档次降低了不止一点 当然节目一定是把重磅的嘉宾都放在最后一期了 网上有网友称胡夏很想请自己的好友傅辛伯和许松来 但是节目组最终请的不是这两位 当然节目的嘉宾毕竟还需要节目组来协调 不完全是歌手想请自己的哪位好友 哪位好友就一定能来 胡夏第一期演唱的歌曲是艾夏 那第十期专场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他最经典的那首歌曲那些年 胡夏在录制完时光音乐会二后 也给大家曝光过 还有一档音宗教作剧好听的歌 他可能会参与录制 感兴趣可以点开个人主页查看 关于时光音乐会二所有飞行嘉宾 哪位是你们最喜欢的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